站在热闹的台北西门街头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直击 在美国议员接连访台后 台湾民众的生活似乎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改变 只是面对大陆威胁 虽然台湾民众看起来没有太多担忧 但也有人用实职行动上紧急救护课学防身术 因为台海不稳定的国际局势已经成为现实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也在受访时表示 北京应该主动让外界相信台海局势不会出现变化 只是大陆现在反美情绪高涨 也让外交沟通管道减少 对话也更困难 就看拜习能否在11月的G20峰会上实体见面 得以小心翼翼 避免破局 TV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使也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